大家好,我是大吴 大家好,我是苏莎 苏莎今天我们给大家讨论的话题是 在白俄罗斯生活 一个月开支 一个月需要花多少钱 就是说在白俄罗斯生活 然后如果大家知道了 这个预算的话 就可以来白俄罗斯生活了 对不对 欢迎来白俄罗斯生活吧 对 然后我们先聊一下什么 房租 房租可以 我觉得最大的最贵的价格 如果你想在市中心租房子 如果你想在市中心租房子 那就这个多少钱你觉得 我觉得最便宜是300美金 就是说如果在市中心在明斯克市中心租房子 对 一个房间呢 一个房间对 一个房间我觉得最便宜是300美金 最便宜是300美金 如果如果如果装修的很好 如果是现代的 我觉得应该一个一个房间在明斯克租房子装修的一般300美金一个月 差不多 嗯 你觉得呢 对 对 那我说什么 我也说300美金 对300美金 嗯 差不多 对 对 然后除了房租300美金以外 还有在白俄罗斯还需要哪些花销 我们要不先从这个 哪里说起 从你 从这个大家来白俄罗斯下飞机的那一刻开始 嗯 大家就必须要买这个 保险对不对 保险对 如果是中国留学生来白俄罗斯一年的保险 我记得是200欧元左右一年 对不对 然后办这个手机卡 嗯 办一张手机卡是需要多少钱 再说实话我不知道 嗯 差不多是办一张手机卡 然后每个月的消费 如果是bis limit 每个月 差不多15卢布左右 我记得够了 对 折合人民币的话是45块钱人民币一个月 对 这是必须要的 因为大家所有的人都有手机 然后必须要有手机卡上网 嗯 也可以说 呃 人们在飞机场可以 呃 卖这个手机卡 对 现在在白俄罗斯明斯克的飞机场里面 大家下了飞机就可以直接在这个 对对对 营业厅办理手机卡对不对 可以 然后 之后就是 租房子咱们讲了 手机卡讲了 嗯 哦还有就是说 如果你租的这个房子里面有这个WiFi 嗯 最便宜的WiFi一个月要多少钱 我觉得10卢布差不多 对 但是如果 但是如果你付 呃 呃 我觉得这个 这个 这个 网络的 网络速度 哦 网络速度 速度非常快 呃 就是相当于10卢布 一个月的 嗯 嗯 嗯 一个月对吗 对一个月 嗯 嗯 还有什么 需要花100人 100块钱人民币 对不对 对 我现在 我看了一下 哦 对我看了一下 嗯 嗯 我们现在先找一下是吧 对对对 如果 如果你 只是需要用 地贴 那就 一个月 你看 27 路不 哦如果是 无限次的 就差不多 跟我们所讲的 就是30卢布不到 100块钱人民币 对 如果你 需要用 地贴 和 公交车 那就需要 36 36 37 哦 36卢布 100多一点 也是 嗯 无限次的坐地铁和公交车 对不对 嗯 对 但是 不需要买一个月的 怎么讲 为什么 一个月的票 还是怎么讲 对 不需要买 买一次就行 呃 这是一张卡吗 不是 我的意思是 如果你在俄罗斯旅游 你可以买 呃 一次的 十天的 哦 十天的 也能买十天的 十天的 十天的还是十五天的票 哦 就是说 买这个地铁票 可以 买一次的 也可以买十天十五天的 如果大家来旅游 也可以三天 还是五天 哦 三天五天都可以 比如说 三天五天十天十五天的 对 十天 如果你买十天的票 那就需要十路铺 如果五天 那就也需要十路铺 如果你想买三天的票 那就需要八路铺 八路铺 好不够 还有如果朋友们来这个白俄罗斯旅游 嗯 有可以选择住青年旅馆 也可以住这个 hotel 也可以住宾馆 对 如果住青年旅馆的话 就是一个床铺 嗯嗯 嗯 我们刚才查了一下 网上应该是 均价是 十一卢布 大概人民币四十块钱 人民币不到 一晚上 青年旅馆 然后如果住这个宾馆的话 平均的均价是 一个宾馆 一个房间是多少钱 四十卢布不到 就是 但是这个比较便宜的 宾馆 便宾的宾馆 是一百二十元人民币 嗯嗯 如果想住房子 就是不是一个月 嗯 嗯 就是说 一天的房子 就是说 如果大家想住这种 大家自己就住别人的 就小区里面的公寓 一晚上的 就是他带这个厨房的 可以做饭的这种 均价多少钱 一般的均价 那 六十卢布差不多 六十卢布差不多 两百人民币不到 可以住在这个人家 可以就是说 有卫生间 有厨房 有房间 就是跟家里的感觉一样 可以做饭的 是两百块人民币不到 嗯 还有朋友们如果来白俄罗斯 大家想租这个自行车 嗯 自行车是什么 自行车租的是一晚上是吧 嗯 一个晚上租是十二卢布 折合人民币四十块钱 能租一天的自行车 如果大家想来白俄罗斯租这个汽车 租一天的话是 五十七卢布 军价是五十七卢布 折合人民币一天的话 应该是两百块钱 不到 一天 嗯 还有如果朋友们如果来白俄罗斯 想打低的话 大家可以下载个软件 这个软件叫Yondex 我会在这个屏幕的下方 给大家写上这个俄语的名字 这个APP 然后大家也不用担心说 不会使用这个APP 这个APP上面有中文 但是我们没有收这个Yondex的广告费 我们只是免费的给大家提供这个 如何使用 如何在白俄罗斯使用这个更便宜 更快捷更方便的这个出租车 出租车软件 对 也可以说如果朋友们用这个Yondex的APP 呃 四季 四季 就是不是不能 但是他没有这样的习惯 就是他可以 呃 可以你不 不给你打电话 嗯 朋友们 我们又来了 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 在明斯克 一个月 需要有哪些花销 我们刚才又想了一下 等一下有车的声音 哦 就是在这个明斯克夏天的话 很多人都会骑摩托车对不对 对 然后轰轰轰轰轰轰轰 我们刚才又想到了一个话题 哦 又想到了一个 呃 一个月需要有哪些花销 就是说大家如果想去咖啡店 吃饭 呃 刚才看了一下数据 人均是50块人民币 一个人 如果大家想去咖啡店吃饭 对不对 苏珊 苏珊你觉得还一个月还需要 除了房租 手机卡 WiFi 嗯 公交车 地铁 嗯 然后 一年的保险 平常的咖啡店吃饭 还有哪些费用 一个月还必须要花到的费用 你觉得还有吗 你想一想 我们想一想 就是你 如果你 刚才来到白洛斯 你需要 什么 办 落地 哦 办理落地圈 对 办理落地圈 哎 如果是大家来旅游的话 要不要办落地圈 也要办落地圈 需要 需要 呃 如果你在 住在宾馆 那就 宾馆 宾馆工作人员 替你做这个东西 但是如果 如果你住的是宾馆 就是说 酒店的工作人员 给你办理落地圈 对 这个没问题 嗯 但是如果你想自己 租房子 嗯 你需要跟 呃 房东 呃 怎么 合同 对 你要跟房东签这个 签合同 然后去移民局 办理落地圈 对 呃 办理落地圈 一般要多少钱呢 去移民局 嗯 我觉得现在是 二十五路路 二十五路路 折合人民币的话 应该就是 八十元不到 嗯 对 还要什么 如果你来到巴洋洛斯旅游 可能你想 呃 嗯 什么 参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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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博物馆 其他的名称 估计 嗯 嗯 博物馆呢 票的价格 在说实话 我不知道 我觉得 事物不差不多 不是所有的 那等我们下一次给大家具体介绍这个博物馆的时候 再给大家介绍这个门票的价格 对 也可以 也可以 嗯 在